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這個傳播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相信能預知自己的死亡時間 或夢境中能預見未來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讓人不得不相信的超神奇事件 三位一人遇過哪些驚人的抓病經驗呢 常在新聞上看到 有些人對即將發生的事 好像有胃補仙之 預知的能力 但是真的有這種事情嗎 趕快來看一下 毛骨悚然病人竟有預知的能力 這個在我們醫學美容好像很少發生 可是我們做皮膚科或是做醫學美容 病人常常會跟我們 然後有一次就來了一個老客人 然後他一進來 我就看到他看完皮膚以後 要走的時候 他就一副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是有什麼事情還想要告訴我嗎 他就跟我說 醫生我覺得我 因為那個時候 已經過了他預知的事情 已經過了差不多兩三個月 他就說醫生我覺得 我說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他說其實我在更之前 半年前我就覺得我半年後會死了 因為我知道他身體沒有什麼大狀況 那以前曾經得乳癌也都治好了 就沒有很大的狀況 結果後來他就出國去 出國去工作出差的時候 說遇到 然後說半夜痛到那個肚子痛到 不曉得怎麼打滾 怎麼樣吃藥都沒有效 然後看醫生也沒有效 後來是肚子痛自己好了 結果回來的時候 又遇到兩次肚子痛都很痛 然後一次去急診一次去婦產科 做超音波 都沒有看到什麼問題 所以也就 醫生就說 你可能是 你緊張 或是你怎麼樣 那個肌肉痠痛 等等的這樣子 結果有一天他 坐在椅子上站起來 就發現一堆血 對 然後一堆血 這時候趕快又去婦產科了 然後婦產科在檢查 才發現說他有一個那個 混音部的黑色素細胞癌 而且是很嚴重 然後那個癌症長得很快很大 所以等到發現到走的時候 跟他當初預告他要走的那個半年 就差不多是半年 對 就是很準 病人他有的時候 會有預知能力 那他的這個預知能力 我覺得其實多半都建立在說 他已經感覺他的身體 某些方面怪怪 但是他說不上來 你說他生病 他也不見得是生病 那到後來他腹痛的時候 他也要去找原因 可是他怎麼找就找不出來 可是他就覺得說 他好像不曉得哪裡怪怪 所以你看 你說我 我跟你講我算大概四個月 我會中樂透 你怎麼會中 你笑死 這個比中樂透還難 他能算到半年 而且不知道身上有病的情況之下 去預知的 不過我覺得真的是 你如果覺得哪裡有問題 一定要去把那個根源給找出來 我還遇過有一個患者 他是開了這個雙眼皮 然後雙眼皮開完 他就一直在流眼屎 那怎麼看都覺得說雙眼皮開得很好 結果看了兩個眼科醫生 到第三個 那個眼科醫生 才很仔細的 不曉得從哪裡很深的地方 抓出一條他的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如果遇到身體有什麼病痛 還是要趕快積極的去把它 找出他的原因 那像我這個病人 他那個腹痛 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警訓 因為很少人會痛到那樣子痛 對 有時候臨床有些東西 我們是真的沒有辦法用醫學跟科學來解釋 像有一個護理師 這是他的親身經驗 那他也是急診的護理師 然後有一天就是有一個婦人 她 痛到那個頭痛欲裂 然後一直腹又暈這樣子 所以那個醫生就給他開好整 就是處置 就是要讓他給他躺一張床 然後要去幫他打針 做基本的抽血跟打止痛的 然後止暈的 結果這個護理師就處理 然後就去看他 就去看他 就準備要幫他打針的時候 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準備要上針的時候 那個婦人就看著他 可是看到他後面這樣 然後他就說 誰誰誰跟誰誰誰是你的誰 他講的誰誰誰跟誰誰誰 是他的爸爸跟媽媽的名字 可是他爸爸媽媽在他小時候 車禍的時候過世了 對 然後就說 他們要我跟你說 你 他們以你為榮 不要難過 然後好好的繼續活著 這樣 他們都在看顧你這樣 然後後來護理師就在準備 就覺得有一點毛毛的嚇到了 然後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工作還是要做 他就準備幫他打針 說這個婦人又愣了一下 他就說 我覺得我好 我想回家了 你不用打了這樣 結果他就說 可是剛才你不是不舒服嗎 我們幫你處理 醫生有教他一些 他說不用了 我每次這樣頭痛 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需要到一個地方 然後我就會遇到 我要遇到的那個人 然後我要跟他講 他們要我跟你講的事情 這樣就好了 對 然後是自己認識的人 然後又 有一些東西真的是 沒有辦法解釋 光我們每次出外景都有狀況 因為我們都到廟 會 有些藝人到那裡 就已經不能動了 就已經不能動 你看要等半個鐘頭 你知道 或者是有人來淨香團 只要一淨香團經過 他就已經不能動了 這是真的 不同的藝人 我們也會 同一個藝人 我那個時候 拍《台灣靈異世界》的時候 裕芳來演 他是演一個 他是演一個大體的化妝師 然後他很信觀音 然後他有一個被害人 就透過他 深淵就對了 然後這是真的 有一天我在拍戲的時候 進到那個 我們跟人家借的房子 跟人家借的那個房子 主人有拜觀音 一尊觀音像 我一進去我嚇到 我就看著一方 一直看著觀音 但是一直掉眼淚 一直掉眼淚 然後結束以後 等他情緒平復下來以後 這不是拍戲喔 這真的喔 我才問他說 怎麼了 你怎麼了 他說觀音在跟他講話 他告訴他 你這一輩子會遇到什麼事情 什麼什麼什麼 他哭是那種很嚴重的哭喔 是一直掉眼淚那一種 其實那個靈異體質喔 台大的上三位校長李士誠教授 他做了很多研究 看到時候就是在做那個 後來發現那個手指釋 這個能力 或者是用耳朵釋字 這個能力 小朋友大部分都有 只是他發現其實 因為太小不認知 他沒辦法做這個測試 從開始試製以後 一直測試 他好像發現到 12還是16歲以後的 沒有人有這個能耐 就是說長大 我們的能力就消失掉了 那小朋友大部分都有 所以我們有時候 那時候我聽他的演講 看他錄影帶的時候 我問他說 那像我們小時候 常常聽見人家說 那個小朋友 那個很小小朋友 跟媽媽說 阿嬤剛才回來洗澡 他說亂講 阿嬤都已經 往生了什麼 他說沒有 他剛才把我洗澡 他看見了 媽媽看不見 他們說那個天靈感 還沒有關 他說 對 他說就算關了以後 很多人也還有能耐 如果繼續訓練 他當時在台灣測試 他好像跟榮總合作 他跟美國測試 到處小孩子都差不多一樣 其實有的時候病人 做夢會夢到一些東西 像說我遇到一個病人 他一來就說他比賽 但是他很奇怪 他兩個禮拜之前做夢 夢到有一個夢就是 他在夢裡面走路的時候 有兩條蛇 從他腳裡面這樣子串過去 然後爬到一個樹上面之後 然後從那個樹枝 掉起來掉到他的頭上 然後蛇就不見了 然後他再走幾步之後 就發現一個土地公出現 然後跟他說 那兩隻蛇 現在已經在你的頭裡面 所以說你必須要去看一下醫生 把那兩個蛇把它取出來 然後我們就想說 怎麼會有人 怎麼會有人 該怎麼辦 因為做夢就跑來看 然後他就說 那從兩個禮拜之前 到現在就開始一邊慢慢比賽 然後眼睛有點不舒服 那我們就看了 是看不到什麼東西 但我們就帶他去 後面的內視鏡看 結果我們用內視鏡看 竟然看到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蛇嗎 有兩條水漬 有兩條水漬 真的水漬 就是水漬 然後我們就當場就去 就是安排那個手術房 去把幾步麻醉 然後把那兩隻水漬 因為水漬不能夠硬拉 對 不然它容易裡面會搓傷或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小心翼翼的 把水漬拿掉 然後拿掉之後 我們就問他的一些家人說 怎麼會有水漬在裡面 對 因為其實台灣其實環境 其實滿衛生的 其實不太會有這種東西 後來才知道他是平常喜歡取一些 然後泡茶喝 那 對 然後他有的時候 水就沒有煮開 沒有煮開他就直接喝生水 就慢慢長大 然後就慢慢 可能那個水漬就跑到他的鼻腔裡面 慢慢長大 有時候我們病人會跟我說 我可不可以做什麼檢查的時候 我們不能可恥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醫生耶 我是專業耶 你在挑戰我嗎 你叫我做這個檢查 你憑什麼 可是這種東西 有時候還是要姑且相信 像我前幾天就有一個病人來 然後他是說 他是 就像一般我們女生都會肩膀酸酸 做完家事那種肩膀酸酸 他說可是我的好朋友說 肩膀酸酸有時候是 我說可是你真的不像 他就說我想要不要做心臟的檢查 然後我就說 我做我需要幫你做的檢查 然後我心裡面是有點生氣 覺得你應該要去做健檢 或是去看家醫科 但我沒有講 然後可是我就還是幫他 照了一個心臟的X光 跟肩膀的X光 還有做一個心電圖 就心電圖是異常的 然後再幫他抽血 他是 對 然後呢 好刺激喔 可是更刺激的是 馬上做了心導管之後 發現他三條全堵 直接開心 直接換成外科開心 做繞道手術 可是他就是我們一般婦人 就是說肩膀酸酸的 他真的是 讓我真的是跌破眼鏡 但是我還是去他的病 就是我第一次要幫他抽血的時候 因為他心電圖有異常 我幫他抽血的時候 我跟他說 對不起 我低估了你的狀況 你剛剛說的 真的是需要做的檢查 我現在要幫你移到 比較嚴重的地方 我們要幫你抽血什麼的這樣子 我還是我跟他道歉 然後就覺得 即使我們當醫生 也不能太鐵齒 然後不能太自負 對